第三集提到快速讓元件成熟的方法 其實很簡單就是去改系統的日期 那我不曉得PS4居然可以這樣做 硬化可骨成熟之後呢 建議做一次跳躍 跳躍完之後呢開啟脈衝引擎 這樣子比較容易觸發 那個訊息進來 這一次是要找一個怪異孤類的世界 這次要放進去的材料叫做玻璃種子 其實它就是要去收集生物的靈魂 任務不困難拿少瞄器在周邊掃一下你就可以找到 收集完之後就可以製作玻璃種子 同時拿回去交付 這一次拿到的叫做生長奇異點 這就是下一階段的任務了